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读一下这六个词语是什么 第一个 裤子 裤子 第二个 果汁 果汁 第三个 西红柿 西红柿 第四个 衬衫 衬衫 第五个 袜子 袜子 第六个 行李箱 行李箱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图片和下面的词语 是哪一个 我们来看第一个 裤子 哪一个是裤子 对 是B B 是一条裤子 好 第二个 果汁 哪一个是果汁 A 对 是A A 是果汁 好 第三个 西红柿 西红柿 是哪一个 对 是D D 是西红柿 好 第四个 衬衫 衬衫是 F 衬衫 一件衬衫 好 下一个 袜子 袜子 是哪一个 C 西 一双袜子 好 最后一个 行李箱 是E 行李箱 好 我们来一起再看着图 把词语再读一遍 裤子 裤子 果汁 果汁 西红柿 西红柿 衬衫 衬衫 袜子 袜子 行李箱 行李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课文和生词 课文一的生词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 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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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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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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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用 好 第一个 果汁 那 果汁 是 我们前边有一张图片 是吧 有三杯果汁 我们可以说 一杯果汁 一瓶果汁 一盒果汁 一杯果汁 一瓶果汁 和一盒果汁 好 下一个 售货源 好 那售货源 我们以前学过什么 顾客 对吧 顾客 顾客 售货源和顾客 好 那我们去 饭店吃饭 是什么 是服务员 对吧 饭店的 是服务员 那我们在网上买东西 是什么 买东西的人叫什么 叫买家 卖东西的人呢 是卖家 买家和卖家 下一个 袜子 袜子 我们可以说 一双袜子 好 下一个 打扰 打扰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上课 你希望教室外 有人大声说话吗 嗯 他们会打扰我们上课 是吧 我们不希望 他们打扰我们上课 好 我们可以说 打扰了 打扰一下 别打扰他 被别人打扰 我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那么他正睡觉 不要去打扰他 我工作的时候 不想被人打扰 嗯 还有 你想问别人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说 抱歉 打扰一下 抱歉 打扰一下 好 下一个 竟然 竟然 竟然的意思是 没想到会是这样 它是一个语言点 我们一会儿会练习 这么简单的问题 没想到我写错了 用竟然怎么说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竟然写错了 这个电影这么流行 很多人都知道 没想到你不知道 用竟然怎么说 这个电影这么流行 你竟然不知道 好 我们把声词再读一遍 一遍 果汁 一杯果汁 一瓶果汁 一盒果汁 售货员 顾客 服务员 买家 卖家 袜子 一双袜子 打扰 打扰了 打扰一下 别打扰他 被别人打扰 我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竟然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竟然写错了 这个电影这么流行 你竟然不知道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竟然 竟然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意思 马克从来没有迟到过 可是今天却迟到了 你想到了吗 嗯 没想到 我们用竟然怎么说 马克从来没迟到过 没想到 没想到今天竟然迟到了 那 哎 我们去买东西 买 苹果 苹果多少钱一斤 五十块 太贵了 啊 没想到这么贵 那我们用竟然 这苹果竟然 这苹果竟然五十块一斤 我们来看一下 上边的句子 这个歌特别好听 最近很流行 你竟然没听过 嗯 很流行 很多人都听过 你没想到你没听过 你竟然没听过 来这家饭店吃饭的人 竟然这么多排队 都排到门口外边去了 嗯 来这个饭店吃饭的人 没想到会这么多 竟然这么多 回家以后 我才发现 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 买果汁 啊 我本来要去超市买果汁 然后我没想到我忘了 我竟然忘了 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好 好的 这是竟然 下面我们来 看一下我们的 第一个课文 是张远和李静 他们在聊什么 李静昨晚的购物经历 好 我们来看 张远 昨天晚上 我给你打电话 一直没人接 你忙什么呢 昨天妻子让我陪她 去超市买果汁 我把手机忘在家里了 买这么点东西 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呀 我们先去逛了会儿商场 一进门 收获员就热情地为我们介绍这介绍那 他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然后我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买东西时 我只想看自己想买的 而且喜欢自己看 自己选 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是啊 回家以后 我才发现 竟然忘了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这是张远 在和李静聊李静昨晚的购物经历 昨晚张远给李静打电话 李静把手机放在家里了 没有接听 那李静去和他的妻子买果汁 但是到了商场 收获员热情地为他们介绍这介绍那 最后他们买了一条裤子 一件衬衫 两双袜子 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可是回家之后 没想到买了很多别的东西 忘了去商场买 果汁 去商场的超市买果汁 好 这是第一个课文 我们来看一下 课文二 课文二的生词 我们先来读一下课文二的生词 好 这是生词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些生词的意思 和他们怎么使用 第一个西红柿 西红柿是一种吃的 也可以是蔬菜 也可以是水果 我们常常用它做一种常做的菜 是西红柿鸡蛋 西红柿鸡蛋面 西红柿鸡蛋 我们会经常吃 好 下一个 百分之 那百分之 我们可以用数字的形式 来写一下 百分之五十 这个是百分之 这个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 好 我们可以说 百分之一 百分之百 那百分之百就是 百分之百 嗯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百 新鲜 这个西红柿 百分之百新鲜 非常非常新鲜 百分之百新鲜 我保证 西红柿 百分之百 新鲜 我保证 西红柿 百分之百 新鲜 好 下一个 倍 倍 倍是 一个语言点 比如说 二的五倍 二的五倍 就是二 二 嗯 二的五倍 嗯 是多少呢 二的五倍 是 十 对吧 二的五倍 是 十 嗯 那我们班 有十五个女生 男生 有三十个 那 男生 是女生的 二倍 下一个 皮肤 皮肤 嗯 就是我们 脸上的皮肤 手上的皮肤 啊 我们可以说 皮肤好 嗯 皮肤 很好 啊 皮肤 干 嗯 到了冬天 北方的冬天 我们的皮肤 会很干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 对皮肤 有好处 多吃水果 多吃水果 对皮肤 有好处 冬天 天气很冷 啊 皮肤很干 那多吃水果 对皮肤 有好处 好 下一个 好处 好处 它的反应词 是什么 是 坏处 坏处 嗯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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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处 嗯 好处 有好处 对皮肤 有好处 吃水果 对皮肤 有好处 下一个 尝 尝 吃 或者喝 我们可以说 尝味道 尝一尝 尝尝 尝味道 尝一尝 尝尝 我尝尝 这个西红柿 好吃不好吃 我尝尝蛋糕 好吃不好吃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西红柿 西红柿 西红柿鸡蛋 百分之 百分之一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百新鲜 我保证西红柿百分之百新鲜 尝尝尝尝的百分之百新鲜 201个破证 身后 男生是女生的二倍 男生是女生的二倍 皮肤 皮肤好 皮肤干 对皮肤有好处 好处 坏处 有好处 对皮肤有好处 尝 尝味道 尝尝 尝一尝 好,我们来看一下 原点倍 它是一个量词 它后面不跟名词 不跟名词 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子 二的五倍是十 我们刚才用数学的方法 二的五倍是十 那第二个 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千块 它的工资是我的两倍 好,第三个 我记得昨天才三块五一斤 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两倍 昨天三块五 今天是昨天的两倍 是多少呢 还是七块钱 好,这是倍 好,这是倍 我们回去看一下 第二个课文 是王静在商店做什么呢 买西红柿 我们来看一下 西红柿新鲜吗 怎么卖 嗯,西红柿多少钱 七块钱一斤 您放心 保证 保证百分之百新鲜 怎么这么贵呀 我记得昨天才三块五一斤 今天的价格是昨天的两倍 您问的 您问的这种是绿色的 一分钱一分货 每天吃一两个这种新鲜的西红柿 对皮肤有好处 好,那我先买几个尝尝 好的 给您西红柿 一共两斤 十四块 好,那是王静在买西红柿 他西红柿 七块钱一斤 因为它是绿色的 所以比昨天贵两倍 那多吃这种新鲜的西红柿 对皮肤有好处 所以王静买了两斤 尝一尝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三个课文和声词 我们来读一下声词 清 清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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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 值得 活动 活动 内 免费 免费 修理 修理 好,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声词 我们来看 清 清的反应词是什么 对,是重 东西很轻 东西很重 嗯 好,那我们可以说很轻 好,那我们可以说很轻 非常轻 轻一点 我要买轻一点的箱子 好,这是轻 好,我们看下一个 方便 方便 我们可以说,哎,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 嗯,我们看看它的质量吧 嗯,我们看看它的质量吧 从质量方面看 很不错 从质量方面看 很不错 嗯,那,哎,质量方面 我们还可以从哪方面看呢 从价格方面 价格方面看 哎,很便宜 嗯,我们还可以说一方面 另一方面 嗯,网购有什么好处呢 那网购有什么优点呢 网购一方面非常便宜 选择很多 另一方面又很方便 网购一方面便宜 选择很多 另一方面又很方便 值得 值得 嗯,就是一个语言点 我们一会儿会做练习 那我们可以说 这个人很诚实 值得相信 这个人很诚实 值得相信 那也可以说 这件衣服质量很好 也不贵 值得买 这件衣服质量好 也不贵 值得买 好,我们看下一个 活动 活动 好,我们可以说 有活动 有什么活动 有打折活动 那哪里有打折活动呢 商场 商场 经常有打折活动 商场有打折活动 好,下一个 内 嗯,内 那它的反应词是什么 是外 是吧 内外 嗯 内外 房间 内外 房间里面和外边 我们可以说 室内 房间内 校内 室内 房间内 校内 我们也可以说 一个月内 一年内 一天内 一个小时内 一个月内 一天内 一个小时内 嗯,什么意思啊 就是 不超过一个月 比一个月时间少 比一天时间少 啊,我 嗯 一个小时内 写完作业 那从九点到十点 啊,不超过十点 我写完作业 嗯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免费 免费 免费是什么意思啊 不花钱 对吧 免费 不用花钱 我们可以说 免费 修礼 免费 服务 啊 钱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嗯 好 下一个 修礼 嗯 我们可以 把东西坏了 去修礼 我们可以修礼 汽车 啊,汽车坏了 修礼汽车 修礼 手机 还可以修礼 电脑 好 我们再来读一遍 轻 轻 轻 重 很轻 非常轻 轻一点 方面 价格方面 质量方面 一方面 另一方面 值得 这个人很诚实 值得 相信 这件衣服质量 好 也不贵 值得买 活动 活动 有活动 有打折活动 商场 有打折活动 内 外 室内 房间内 校内 一个月内 一天内 一个小时内 一年内 免费 免费修礼 免费服务 免费的午餐 修礼 修礼汽车 修礼手机 修礼电脑 好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语言点 值得 值得 它是一个动词 就是我们做什么 做一件事情 有价值 然后有好的结果 有价值 有好的结果 你看 你去买东西 你穿上这件衣服 很漂亮 而且 才一百块钱 很便宜 所以这件裙子 你想不想买 很想买 是吧 很值得买 我们可以说 这件衣服 值得买 好 那么我们同学们 现在在学汉语 学汉语 有什么好处呢 有很多好处 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文化 找好工作 交中国朋友 还可以在中国做生意 所以汉语值不值得学习啊 汉语值得我们学习 嗯 好 这是值得 那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看 值得和值 他们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那值得和值 他们都是说做一件事情 很有意义 很有用 很应该去做 比如说 这个调查对进口的工作很有用 花再多时间 也值得 也值 都可以 那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那值得 是动词 它的后面要 有动词 或者是小句子 而值 是形容词 后面 没有别的 嗯 比如说 别生气了 咱们不值得 为这么点小事生气 为这么点小事生气 是一个小的短语 是吧 所以它前面要用 值得 好 为这么点小事生气 一点也不值 值 值后面没有别的词语 或者是句子 好 第二个 他们 值得和值 都是可以做动词 但是他们的意思不一样 那值得的意思是 哎 价钱 相当 合适 那后面呢 是动词 或动词 短语 值呢 值是 哎 意思是 买的东西和钱 是 相当 后面呢 我们要加多少钱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沙发 价钱不贵 质量又好 值得买 它的后面是一个动词买 那这个手机值五千块 值 它的后面呢 是钱五千块 好 我们来说一下啊 那值得和值 他们都是 做一件事 很有意义 很有用 很应该去做 那不同点呢 值得是动词 它后面要加动词 或者是小句 那值是形容词 后面一般 没有其他的词语 或句子 第二个 他们都可以做动词 但是意思不一样 值得后面呢 要加动词 或者是动词短语 值呢 后面要加多少钱 好 我们回到前边来看一下 第三个 课文 我们来看一下 是李进 李进在商场 买行李箱 先生 我们店的行李箱 都在这里 请问 您要什么样的 我想买一个轻一点的 您看看这个 不管从价格方面看 还是从质量上看 都是值得考虑的 质量不错 请问这个多少钱 现在我们商场正好有打折活动 打完折是999元 另外 我们一年内 一年内我们都负责免费修理 你们的服务不错 价格也可以 就买这个吧 这是李进在商场买行李箱 收货员给他介绍 行李箱 那李进呢 想买一个轻一点的行李箱 收货员说 看看这个吧 这个不管从价格方面 还是从质量上看 都很好 都值得买 值得考虑 那李进觉得质量确实不错 那多少钱呢 现在商场正好有打折的活动 打完折之后是999元 而且另外 他们一年内呢 负责免费修理 所以李进觉得他们的服务很不错 价格也可以 就买这个行李箱吧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习的课文和生词 我们来看第一个可文的生词 先来一起读一下 支持 支持 举行 举行 满 满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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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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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卡 会员卡 所有 所有 获得 获得 好的 下面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些生词 他们的意思和怎么用吧 第一个 支持 支持 支持是什么意思 嗯 你要来中国学习汉语 你的父母有什么想法 他们同意吗 嗯 我的父母同意 他们支持 我来中国 学习汉语 好 我们可以说 感谢 你的支持 感谢 大家的支持 也可以说 你同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 你可以说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 好 我们看下一个 举行 举行 举行是 比如说 我们可以说 举行 活动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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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我们还可以说 举行 举行 举会 举行 运动会 举行 举会 或者是 运动会 举行 举会 举行 运动会 那举行 举行 多长时间呢 举行 两天 举行 两天 的运动会 举行 两天 的运动会 我们去 商场 或者是 超市 常常会 看到他们 举行 活动 举行 打折的活动 我们书店 今天举行 购书 送好礼 的活动 好 下一个 满 满 我们可以说 很满 很满 非常满 比较满 如果你 如果你倒水 你在杯子里倒水 往杯子里倒水 可以说 水满了 水满了 我们去买东西 如果到了 五百元 我们可以说 满 五百元 满五百元 如果 如果 购书 满五百元 可以 免费办 会员卡 这是一个 书店的活动 如果 购书 满五百元 可以 免费办 会员卡 好 下一个 其中 其中 就是 在 那个里面 在 那些 里面 其中 这是一个 语言点 我们一会儿会说 嗯 我们可以说 我买了 很多书 其中 有一些 是小说 一些是词典 我买了很多书 其中有几本小说 几本 词典 我们还可以说 我们班 有三十个 同学 其中 男生 有 多少 女生 有 多少 我们班 有三十个 学生 其中 男生 二十人 女生 十人 好 这是 其中 就是 在 那个 里边 在 那些 里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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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说 一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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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读小说吗 你喜欢看小说吗 我喜欢看小说 好 下一个 会员卡 会员卡 我们去商场会有会员卡 去超市会有会员卡 有时候我们去理发店 也会让我们办会员卡 那你有 哪里的会员卡呢 有的人有很多会员卡 会员卡可以 便宜一点 好 下一个 所有 所有 那 这次运动会 你们都参加吧 嗯 都 所有的人 是吧 所有人 都参加 这次运动会 所有人 都参加 这次运动会 我们可以说 所有人 所有同学 所有书 所有朋友 所有 衣服 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今天来我们这里的所有小朋友 全部都 都可以得到一件礼物 好 下一个 获得 获得 嗯 那 来中国以后 你获得了什么 你交了很多朋友 是吧 你交了很多朋友 所以 你获得了什么 我 获得了 有 你 我们可以说 获得 礼物 获得 有意 获得 经验 获得 礼物 获得 有意 获得 经验 我来 我来中国 获得了 获得了礼物 我来参加聚会 获得了礼物 我来中国 获得了 友谊 我 去工作 获得了 经验 好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这些生词 第一个 支持 支持 父母支持我来中国学习汉语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支持你 举行 举行活动 举行聚会 举行运动会 举行两天 满 很满 比较满 非常满 水满了 满五百元 其中 我买了很多书 其中有几本小说 几本词典 我们班有三十个学生 其中男生二十人 女生十人 小说 一本小说 我喜欢看小说 会员卡 所有 所有人 所有同学 所有书 所有朋友 所有衣服 获得 我获得了友谊 获得礼物 获得经验 好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语言点 其中 其中是那个里边那些里面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班有多少留学生 有多少美国人 有多少英国人 有多少日本人 有多少韩国人呢 我们班有三十个留学生 其中有十个日本人 其中有五个韩国人 那现在很多人呢 都不喜欢看电视 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广告太多了 是吧 有很多原因 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广告太多了 我们可以说 现在很多人不喜欢看电视 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是 在那很多原因里边 有一个原因是 看电视时广告太多 好 那我们已经学了六课了 你觉得哪课最有意思 嗯 我们学了六课 我觉得其中 第五课最有意思 在六课里面 第五课最有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上面的句子 我们不仅要会读书 还要会选择 其中的好书来读 我们读书会有 很多很多的书 我们要在那些里面 找到好的书来读 选择其中的好书来读 第二个 虽然妻子工作很忙 但是她忙在其中 也乐在其中 这个其中是说的工作 是吧 她在工作里边忙 也在工作里面很快乐 第三个 一些图书 还有打折活动 其中 小说 七点五折 地图八折 留学考试用书六折 嗯 很多书 那在那些书里面 其中 好的 好 这是我们的 其中 这个语言点 我们回到前边看一下 课文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课文 顾客朋友们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书店 今天举行 购书送好礼活动 购书 满一百元 送一个笔记本 满二百元 送一本词典 另外 一些图书 还有打折活动 其中 小说 七点五折 地图八折 留学考试用书六折 如果 购书满五百元 可 免费办会员卡 以后 购书 可打 八折 今天 过生日的朋友 和 所有 的 小朋友 还可以 获得一份 小礼物 欢迎 大家 选购 这是我们在哪 听到的一段话呢 是在一个 书店 一家书店 听到的 那 书店有一个 活动 是吧 购书 送好礼 活动 那 满一百元 送一个 笔记本 满二百元 送一本 词典 另外呢 一些图书 还有打折活动 如果 满五百元呢 可以买 免费办会员卡 以后 买书 都很便宜 那 今天 过生日的朋友 和所有的小朋友 都可以获得一份 小礼物 是一项比较好的活动 是吧 欢迎大家去参加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课文 课文五 声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声词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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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例如 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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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降低 降低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声词 它们的用途 第一个 情况 好 听说 他病了 他现在 怎么样 嗯 他现在好多了 他现在的情况 好多了 我们可以说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 你花的钱越多 买的东西 越好 好 下一个 例如 例如 我们在网上 可以买很多东西 都能买什么呢 能买到 书 衣服 电器 等等 好 例如 我们在网上 可以买很多东西 例如 书 衣服 电器 等等 好 下一个 举办 举办 我们可以说 举办 活动 举办 活动 商场 举办 很多 打折的 活动 放假的时候 节假日 商场 举办 很多 打折的 活动 好 下一个 个 个 我们可以说 我们班同学穿着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呢 我们班同学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 各种颜色的衣服 我们还可以说各个种各样各种各样各种各样 那商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商场有各种各样的打折活动 那到了春天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花 我们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好 下一个 降低 降低 降低的反应词是什么 对 是提高 提高 降低 我们可以说 降低价格 降低标准 降低要求 降低价格 降低标准 降低要求 我们可以说 降低了很多 降低了很多 一到节假日 商场会举办各种活动 降低价格 好 我们再来读一下 情况 情况 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 他现在的情况好多了 例如 网上可以买很多东西 例如书 衣服 电器等等 举办 举办活动 节假日 商场举办很多打折活动 各 各种颜色的衣服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的活动 各种各样的花 各种各样的人 降低 提高 降低价格 降低标准 降低要求 降低了很多 价格降低了很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语言点 在什么什么下 或者是什么什么下 我们可以直接说 下 好 那中间的地方 他常常是 两个字的名词 或者是动词 两个字的名词 或者是动词 好 是说什么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条件 比如说 如果你有非常重要的事 没有办法来上课 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 嗯 你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跟老师请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跟老师请假 在 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跟老师请假 好 那你想买一台电脑 现在钱不够 你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用信用卡 嗯 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用信用卡 那 朋友每天帮你 复习汉语 你顺利通过了 HSK四级的考试 你会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 嗯 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朋友的帮助下 在朋友帮助下 我顺利通过了考试 你可以说 在朋友的帮助下 我顺利通过了 我顺利通过了考试 好 我们来看看上面的句子 一般情况下 你花的钱越多 买的东西也就越好 好 第二个 在冬天 比较冷的情况下 吃完热面条 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三个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 他的汉语水平提高的很快 看 是一般情况 冬天比较冷的情况 老师和同学的帮助 好 这是在什么什么下 好 下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课文五 我们来看一下 人们常说 一分钱一分货 意思是 东西的质量和价格 有很大的关系 也可以说 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一般情况下 你花的钱越多 买的东西也就越好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质量很好的东西 也会很便宜 例如春天来了 冬天的衣服就会打折 质量很好 还很便宜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 一到节日 商场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降低价格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买到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这个是在说 这个东西和价格它们有什么关系 是吧 人们常说一分钱一分货 越贵的东西越好 便宜的东西不好 那是这样吗 一定吗 也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质量好的东西 会在打折的时候很便宜 或者是冬天买 春天的时候买冬天的衣服就会很便宜 所以这个价格也不一定是越高就越好 有的时候便宜的也能买到好的东西 好的 这是我们的课文五 谢谢大家